戴著口罩穿著黑衣黑褲拖鞋的男子 在店內一下站著一下蹲著 走來走去不時東張西望 一次再看看監視器裝設在哪 有沒有死角 晃了半小時來到店的另一邊 男子蹲下先碰了一下眼前東西 看看監視器以為這角度拍不到 但他不知道的是有廣角鏡頭 掉包商品行為全都錄 對 因為其實又像這種標這麼短 對 那其實再一個死角就是還蠻快的 事發就在8月30號 台東一間調劇行 店員當天晚上準備打烊 正在盤點時察覺有意 才發現商品居然已經被偷偷換包裝 掉了監視器發現原來男子 把原價300元的福售標商品 放進160元的盒子內 再拿160元的去結帳 想省著140塊 一閘眼的時間 東西就有可能被刻意換掉 先前還有把3000換5000的 店家雖然覺得無奈 但看畫面絕對是年輕人 還是給出時間期限 希望能誠實來把錢補齊 一天了沒等到只能報警 小偷火速被帶 這頭 因為我們昨天有發現 所以我們就是在用膠帶在做加強固定 那當然這種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現在店裡商品也加上防盜裝置 畢竟大家都是出來討生活的 不希望再讓有心人有機可撐 老闆這回選擇原諒 就盼對方能夠改過自新 TVBS新聞劉景源 時運庭台東報導